各位在線上收看我們一起聚會的弟兄姊妹們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們 大家平安 感謝神 雖然我們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一起聚集在教會裡頭 做這個實體的聚會 但是我們卻讓我們每一個家庭 都成了每一個家庭都成了神的教會 雖然這個教會 我們目前暫時來關閉 但是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教會 在我們每個人 每個信徒的家裡頭 我們在每個人的家中來高舉神的名 神一樣會非常的喜悅 一樣會來祝福 我們每一位敬拜祂 每一位愛主 愛神 愛人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先來看一段經節 我們請翻開歷代之下 我們請翻開歷代之下的第七章 十三十四節 就約聖經五百四十四頁 我若使天必射不下雨 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尋求我的面 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 這段經節讀起來有沒有特別扎心呢 尤其是在現今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 現在的一個狀況 似乎就是我們今天所遭遇到的情況不是嗎 但是神在這邊告訴我們說 我們若是自卑祷告 願意尋求他的面 願意轉離我們的惡行 那麼神就必從天上垂聽我們的禱告 來赦免我們的罪 來醫治我們的地 的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之前都不下雨 昨天台北的一場大雨 又釀成了災情 所以這個人說 北部淹大水 那麼中南部是大缺水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沒有辦法預知的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需要神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麼既然神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願意自卑 謙卑下來向神祷告 那麼神就必赦免我們的罪 要醫治我們的地 那每一次我們跪下來祷告的時候 然後我們向神祈求的時候 然後請問各位弟兄姊妹 你心裡面求的是什麼呢 當我們跪下來的時候 你心裡面向神求的是什麼呢 很多人在禱告的時候啊 不外乎都會這樣向神祷告 比如說我遇到困難 然後呢 我能夠順利的解決 或是我祈求神 讓我能夠家庭平安 讓我能夠身體健康 甚至讓我能夠事業發達 我能夠學業 這個學業進步 學業順利 甚至讓我能夠升官發財 再好不過的 當我們都圍繞在這一些需求上面 當我們的禱告 都圍繞在這些需求上面的時候 那我請問各位 我們啊 我們跟沒有信主的有什麼不同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的禱告都圍繞在這些 我們日常的需求上面 那我們信主的跟沒有信主的有什麼不同 我們的信仰跟非基督徒的信仰 又有什麼差別呢 沒有錯 都很重要 生活上的需求 物質上的需求 當然都很重要 但是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禱告的層次 只停留在這裡的時候 只為了今生的需要的滿足 來禱告的時候 只為了今生的需要來擔心 來掛慮的時候 來憂慮的時候 相對的 我們將失去更美好的福分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的第六章 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節 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節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要先求祂的果和祂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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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主耶穌希望我們能夠提高祷告的層次 沒有錯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這些疫情 這些災情 的確都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真的 而且我們過得很辛苦 神都知道 但是神要我們的祷告 要提高我們祷告的層次 要先求屬靈的祝福 也就是要先認識神的果跟神的意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認識神呢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神呢 不要忘記了 因為我們這位神 這位造物主 祂是生命的主宰啊 祂是生命的源頭啊 祂也是四下萬福的源頭啊 所以當我們認識我們的神 我們才會認識真正的自己 注意 當我們認識我們的神 我們才能夠認識真正的自己 以及我們才能夠認識我們真正所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一節經節 我們看真言 真言第十章 真言十章二十二節 真言十章二十二節 耶和华所示的福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啊 耶和华所示給我們的福 是 不加上憂慮的 如果我們不認識神啊 如果我們不認識神 那我們一定會有很多的憂慮 也就是說當我們認識祂 我們就更知道 如何走在祂所要祝福的那個道路上面 當我們認識祂 我們才能夠真的走在祂所要祝福的道路上面 而當我們滿足了神的心 那麼神祂就會加倍地來滿足我們的心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滿足神的心 神就會讓我們的心加倍得到滿足啊 而且不單單只是在今生喔 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今生所需要的物質 我們可以得到豐盛的供應 甚至我們的身心靈 我們也能夠有滿滿的平安跟喜樂 更重要的 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我們有天國的獎賞 在等著我們 在等著我們 今天我的題目是 就是面對面說話 像朋友 我想要用 《出埃及記33章》 《出埃及記33章》 這段摩西跟耶和華之間的對話 也就是從摩西跟耶和華的禱告當中 來看我們的禱告 來看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來看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向神祈求 尤其在現今 這麼惡劣的環境跟世代當中 那麼透過讀經的這個心得 提出來跟所有的弟兄姐妹 一起來提醒 一起來勉勵 那麼一起來學習 那麼《出埃及記33章》 這一章的記載 它記載著摩西向神的祈求 那我們從33章 我們可以看到 那摩西到底 他的禱告內容是什麼 他向神祈求的是什麼 我們希望 我們透過這個摩西跟神的禱告 讓我們可以再次的去省思 再次去思想 我們的禱告內容是什麼 那麼我們的禱告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 又或者我們該如何的來調整我們自己的禱告 才能夠真的去觸碰到神的心 如果我們的禱告沒有辦法觸碰到神的心 那這樣的禱告是枉然的 那如果我們的禱告 怎麼樣才能夠讓我們禱告 能夠讓神能夠願意聽我們的禱告 我想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出埃及記33章》 好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出埃及記33章》的第一節到第三節 《出埃及記33章》的第一節到第三節 《出埃及記33章》的第一節到第三節 《出埃及《出埃及記33章》的第二節 usable文 Soo 2итель中的第二節 《出埃及記33章》的第一節 《出埃及記33章》的第一節 《出埃及記33章》《出埃及記33章》 好 在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有33章的這個禱告呢 這個禱告是發生在以色列人 他敬拜了這個金牛肚之後 所發生的 所出現的一個禱告 那這個 這個以色列人竟然 造了金牛肚 而且向金牛肚來下拜 哇 神看了這件事情之後 他非常的生氣 非常的憤怒 氣到什麼程度呢 氣到要把他們全部消滅 把他們全部滅絕 哇 就在這個時候啊 帶領他們出埃及的摩西啊 就非常的擔心啊 所以摩西就跪下來 迫切的來禱告 向以色列百姓來代求 好 當然結果是好的啦 神赦免了以色列百姓 哇 神真的是慈愛的啊 神真的是非常有恩慈啊 以色列人啊 他惹動神啊 把神氣到什麼程度 這個讓神的 可以說是說 讓神的心都碎了 把神氣到說 神的心都碎了 各位可以想像 一路這樣子過來 神是怎麼樣 行神機 神是怎麼樣 費盡一切心思 然後才帶領以色列百姓 好不容易 然後出了埃及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以色列人都看在眼裡 可是竟然以色列人 就在摩西不在的時候 然後他們心慌了 他們沒有信心 他們竟然就 造了一個金牛犊 然後向他來下拜 所以這個時候 神的心都碎了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神並沒有因為 為以色列人的叛逆 就完全不理百姓 沒有耶 你看第一節 他還是 耶穌華還是跟摩西說 因為我曾跟 這個列祖 這個以色列人的列祖起誓 說我要 我要把加蘭蒂 誓給他的後裔 所以神的話是 絕不改變 絕不落空的 我們來看這段記載在哪裡 我們看 創世紀的十七章 創世紀的十七章 創世紀十七章第二節 這裡是神跟亞伯拉罕的起誓 神跟亞伯拉罕說過這樣子的話 神跟以撒跟雅各 都說過同樣的話 來我們看 神是怎麼跟亞伯拉罕說的 第二節 我就 這個 第二節 十七章第二節 我就與你立約 使你的後裔极其繁多 亞伯拉罕俯伏在地 神又對他說 我與你立約 你要做多國的父 從此以後 你的名不再叫亞伯拉罕 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以立你為 立你做多國的父 第六節 我必使你的後裔极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第七節 我要與你 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 堅立我的約 做永遠的約 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 第八節 我要將你現在的 現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永遠為業 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哇 各位 我們看到這一段 是神親自 跟亞伯拉罕說的話 這也是神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神在這麼憤怒情況之下 憤怒到極點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時候 神卻重提了 他對列祖的 這個應許 要將以迦南地 來賜給他們 甚至神還說 要這個幫他們 把迦南七族 趕出去 領他們到 流奶與命的地方 但是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一句話 神不與他們同去 神不與他們同去 我答應你的 我都會做 但是我不跟你們去了 因為你們是 硬著景象的百姓 我怕我跟你去啊 我在路上 就把你們給滅絕了 但是我有 答應過你們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列祖 答應過亞伯拉罕 伊撒雅各 我的應許不落空 但是我不跟你們去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神說 你們還可以平平安安的 到流南與蜜的地方 我還是會祝福 你們得到那個地 甚至我會把迦南人趕走 我會把美好的祝福 都賞賜給你 都留給你們 只是我不跟你們一起去 如果你是 以色列百姓 我不知道你心裡面 做何感想 我們現在 對很多基督徒來說 我們是不是也有 這樣子的心理呢 是不是只要有神的祝福 我得到流南與蜜的地方 我有神的祝福 只要有神的能力 神把這個仇敵都趕走了 然後我就滿足了 是不是 我就滿足了 至於神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 那不重要啦 那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啊 反正我想得到了 我都得到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 真的有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那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如果我們的心態 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真的到最後你會發現 因著我們的短視 我們所得到的只是那短暫微小的快樂而已 而我們所失去的 卻將是那永久的盼望 卻將是那真正的福分 所以這很值得我們來借鏡 這也給我們很大的提醒 在這個第一節到第三節的這一段當中 我們真的不要輕忽了 神給我們尊貴的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不要為了那一點點世上的福分 我們就賣了我們尊貴的名分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四節到第六節 第四節到第六節 我們一樣 我們一起來朗讀喔 第四節 除外吉祭三十三章第四節 預備開始 百姓聽見這凶性就悲哀 也沒有人佩戴裝飾 第五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告訴以色列人說 耶和華說 你們是硬著景象的百姓 我若一煞時臨到你們中間 必滅絕你們 現在你們要把身上的裝飾摘下來 使我可以知道 怎麼樣帶你們 第六節 以色列人從住和裂山以後 就把身上的裝飾摘得乾淨 好 他們 第四節到第六節 好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 當 摩西把耶和華告訴摩西的話 帶回去告訴以色列百姓的時候 哇 以色列百姓聽到這凶性啊 這樣子的信息啊 大家都非常的悲傷啊 非常的難過 沒有人佩戴裝飾 而且我們看到 我們從我們第五節這邊也可以看到 不但他們自己主動的把這個裝飾拿下來 第五節摩西也再次的說 你們是硬著景象的百姓 而且耶和華說 現在你們要把身上的裝飾摘下來 為什麼 使我可以知道怎麼樣帶你們 好 然後第六節 然後第六節 神再次要求他們要摘下來 而且要摘得乾淨 而且要摘得乾淨 把身上的裝飾摘下來 而且要摘得乾淨 摘得乾淨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種謙卑 這是一種認罪悔改 這是一種態度 這是一種態度 所以要把身上的裝飾摘得乾淨 那我想問大家 你想想看 如果你遇到一件很悲傷的事情 或是你遇到一件很懊悔的事情 很懊惱的事情 讓你覺得很遺憾 讓你覺得很生氣 讓你覺得很難過 很悲傷 我請問你 當你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會把自己裝扮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華麗嗎 這違背人性吧 通常一旦我們遇到難過的事情 我們可能查不思犯不想 我們食不下宴 我們了無生趣 我們對周遭的一切事情 都提不起勁 怎麼可能反而把身上的 穿戴整齊 然後把所有的首飾 什麼都穿上去 把自己裝點打扮得非常漂亮 那是不可能的 那神也要看百姓悔改的態度是什麼 從這裡我們看到人性 就是說人事上是喜歡佩戴裝飾的 尤其是在我們很開心的時候 或是我們很愉悅的時候 那或者是我們要表明我們的身分 我們的地位 我們也會帶這些裝飾上去 那這個裝飾呢 它也可以代表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這個裝飾其實也是神給我們的祝福 那我想 我想請問大家就是說 我們跟隨神 我們今天大家都聚集在神的面前 來敬拜神 來跟隨神 那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到底我們是跟隨神 我們要的是神 還是我們要的是神的祝福 我們要的是神 還是要的是這些裝飾 神給我們這些裝飾 當然我們都要 也很重要 是不是 我們也都想要蒙神的祝福 可是 我們很容易 很容易因為外在的這些祝福 也就是說 很容易因為 我們生活得很順利 或者是很容易 因為我們外表的光鮮亮麗 或是我們在社會上的這些 名利 地位 來衡量什麼 來衡量神 是不是愛我 來衡量神 是不是真的祝福我 所以我們要小心 不要掉入這個陷阱裡面 假如我們的生活出現的狀況 假如我們的生命發生的巨變 假如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很多的事情 讓我們大失所望 那我們會不會懷疑神的愛呢 我們會不會懷疑神的愛呢 我曾經懷疑過 神你愛我嗎 你怎麼會讓我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神你還愛我嗎 感謝神 神的保守憐憫 其實啊 無論人如何的叛逆 無論人如何的不堪 神 依然是愛我們的 神依然是守曰的神 神的應許永遠不落空 但是 我們從 這個三十三章這邊看到 因為神實在太傷心了 所以他就不想 跟以色列人同去 而且神不想跟以色列人同去 不是為了他自己耶 他也是出於恩慈耶 也是出於對以色列百姓的愛 因為這裡說 我恐怕在路上啊 你們又做了什麼 又做了什麼不應該做的事情 又把我惹怒了 我就把你們滅絕了 因為你是 你們是印著景象的百姓 所以其實 神都很知道這些以色列百姓 神都很清楚這些以色列百姓 我們也是一樣啊 我們也常常 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 但是神都憐憫我們 所以當我們叛逆 當我們不聽從神的話的時候 神就興起艱苦的環境 來管教我們 透過這個艱苦的環境 來要我們把我們身上的裝飾 摘得乾淨 透過這個環境 來讓我們自己能夠 有所檢討 有所省思 我們才能夠謙卑下來 透過這個艱苦的環境 我們才不至於變成那個應景的百姓 所以在這裡神要我們拿出態度來 神要我們立志來改變自己 不要成了那個應景的百姓 那我們應該用什麼來當作我們的裝飾呢 我們來看這個以賽亞書 以賽亞書我們看 六十一章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 我們看第十節 以賽亞書六十一章第十節 就位聖經八百七十三頁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 我的心靠神快樂 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 以公益為袍給我披上 好向新郎戴上華冠 又向新婦佩戴裝飾 我們有耶和華 哇我們就大得歡喜 我們就大大歡喜 我們的心會快樂 為什麼 因為我們靠著神 我們得到快樂 所以我們的裝飾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以他的拯救 應該是以他的公益 來成為我們的華冠 來成為我們的裝飾才對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的認知 不要只沉迷於我們生活上的那些需要 我們要知道耶和華的拯救在哪裡 我們要看見耶和華的公益是什麼 好 那我們再看回來 我們再看回來 出埃及記33章 我們再看回來出埃及記33章 好 我們看第七節到十一節 我們看第七節到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朗讀 第七節到十一節 預備開始 摩西樹長將帳篷織搭在營外 離營雀遠 他稱這帳篷為會幕 凡求問耶和華的 就到營外的會幕那裡去 第八節 當摩西出營到會幕去的時候 百姓就都起來 個人站在自己帳篷的門口 望著摩西 只等到他進了會幕 摩西進會幕的時候 雲柱降下來 立在會幕的門前 耶和華便與摩西說話 第十節 眾百姓看見雲柱立在會幕門前 就都起來 個人在自己的帳篷門口下拜 十一節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 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摩西轉到營裡去 唯有他的幫手 一個少年人嫩的兒子 約束雅不離開會幕 第七節到第十一節 這一段呢 是在談摩西他支搭帳篷 那這個帳篷放在營外 離營區比較遠 那這個帳篷事實上就是會幕 就是摩西跟神 跟神祷告的地方 摩西求問耶和華的時候 他就會到營外 到這個會幕那裡去 那當百姓看到摩西離開營外 走向會幕的時候呢 百姓就都起來 站在他們自己家的這個門口 也就在他們自己的這個帳篷的門口 望著摩西 望著摩西 只等到摩西進入會幕 那什麼時候我們知道 耶和華降臨了呢 哇你看到 雲柱降下來 立在會幕的門前 百姓就知道 耶和華已經來了 然後摩西在那個時候 耶和華就跟摩西說話 那當他們看到 雲柱立在會幕面前的時候 所有的百姓就在自己的帳篷門口 下拜 這裡最讓我感動的 最讓我扎心的是十一節 我也想要用這一節 來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這也是我今天的題目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 好像朋友說話一般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好羨慕 我不知道各位 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好羨慕 我們對神是純敬畏的心 尊敬是不是也畏懼 但是你知道嗎 摩西他可以跟神面對面說話 不但面對面說話 又好像朋友一般 這樣子在說話 我真的好羨慕他 我們來想想什麼叫做面對面說話 然後好像朋友一樣的說話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跟朋友一樣的說話 那是一個神聽摩西說 然後呢 摩西也聽得見神說 就好像你在跟你的朋友說話的那個概念 你的朋友會聽你說你想講的話 而你也會聽你朋友所要講的話 而且兩個人之間是有問有答 你說我聽我說你聽啊 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個境界啊 跟神之間的關係 那為什麼摩西的禱告可以這麼與眾不同呢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跟摩西一樣 來經歷跟摩西一樣這樣子的禱告生活呢 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追求 我們是不是有過這樣的思考 那摩西他的禱告的奧秘 我剛才說了 在於你聽我講 然後我聽你說 摩西跟神之間就像朋友一般的 這樣禱告生活 那我們絕對 我絕對相信就是這樣子的禱告生活 這樣子的禱告的這種互動的情況 那絕對不會憑空發生啊 他一定是下過一般功夫的 那到底摩西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前面幾章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我們來看那個二十章 出埃及記二十章 出埃及記二十章 這裡是講這個摩西啊 神召摩西上山 而且頒布了十戒的一個過程 話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了三個月 來到了西乃山下 然後神召摩西上山 然後頒布了十戒 哇這整個過程可以說是 驚天動地啊 來我們來讀一下十八章 我們來看一下二十章的十八節 對不起 二十章的十八節 出埃及記二十章十八節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 腳升山上冒煙啊 就都發戰 遠遠的戰力 十九節 對摩西說 以色列百姓對摩西說 求你和我們說話 我們必聽 不要神和我們說話 恐怕我們死亡 二十節 摩西對百姓說 不要懼怕 因為神降臨 是要試驗你們 叫你們時常敬畏祂 不至於犯罪 二十一節 於是百姓 遠遠的戰力 摩西就 哀盡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我讀到這裡 各位有沒有恍然大悟啊 在這裡我們看到什麼 摩西的禱告 為什麼可以聽見神的話 摩西的禱告為什麼可以跟神像朋友一樣 讀完這節你就不能這段經節你就不難理解 原來不是神不向百姓說話 而是百姓不要神和他們說話 我們都誤會神了 以為神好可怕 我們不敢跟神說話 我們不敢跟神親近 錯 其實神很想要跟百姓面對面說話 可是百姓卻不敢 卻不要神跟祂面對面說話 不想跟神交朋友啊 因為百姓說恐怕我們死亡啊 所以乾脆 乾脆把摩西推出去啊 如果真的 真的死掉的話是死摩西不是我 是這樣子的一個心態啊 所以他們就推摩西啊 去跟神說話 然後讓摩西來傳話 所以他們說摩西你講的話 我們一定聽 你傳話就好了 這樣最安全這樣最保險 不要我們跟我們不要跟神說話 好 所以摩西也就因為這樣子 摩西就帶著百姓 就代表代替百姓去跟神 這個禱告跟神說話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哇 摩西賺到了啊 神跟摩西面對面說話 像朋友一樣啊 我們今天啊 我們今天反問我們自己 我們願不願意跟神交朋友呢 如果今天神要跟你交朋友 我們今天願意跟神交朋友嘛 現如今是一個網路時代啊 大家都知道啊 我們現在超方便的 我們現在不用面對面 就可以跟任何人說話 不用面對面可以跟世界上 任何一個角落的人說話 只要網路是通的 我們好像慢慢地 疏遠 我們的神是渴望跟我們說話的 而且我們的神是願意也渴望 跟我們面對面說話 我曾經 我曾經很努力的去 去做一些學習跟研究 研究什麼 人跟人面對面說話 人跟人面對面說話 甚至就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耶 你要跟人面對面說話 首先你要專注 你要很專心 你總不能這樣子 一直躁動 然後很不專心嘛 對不對 你要專注 而且面對面說話 你要什麼 你要傾聽 你不是一直講給人家聽 你要聽人家講話 而且面對面說話 你要把你的那種 那種同理心拿出來 面對說話要同理 而且你的眼神 你跟人面對面說話 眼睛要看哪裡 是不是 不能左顧右盼 人家覺得你不專心啊 也不能盯著 不應該看的地方啊 是不是 所以這都很重要 甚至你的回應 你的回答 這個不能辭不達意啊 甚至面對面說話 很重要 你的表情 你的表情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很重視的 你是很在乎的 甚至你要很耐心的 耐著性質的去聽他說完等等 所以說實在話 面對面說話 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啊 難怪你會發現現在的人啊 現在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家是不是這樣啊 全家人坐在一個餐桌上 大家也不講話 然後拿著手機用Line在講話 原來這就是最最最最世界最長的最短的距離 我們也要聽見神的聲音 那怎麼樣可以跟神交朋友 怎麼樣可以跟神面對面說話 其實只有一個訣竅啊 只有一個秘訣 我們就是用最誠懇的方式 我們就是用最傳統的方式跟神交朋友就可以了 而不是像現在一樣啊 用那個那個貼圖對不對 然後直接直接直接就Line過去 我曾經寫寫訊息給我女兒 阻咐他要注意什麼要做什麼 寫一大串 結果搞半天等半天也沒有回復 好不容易等到他的回復一個字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常看到的 不然就好OK 或是就是丟一個貼圖給你 我們跟神之間的這種互動不能變成這樣 甚至搞不好 我們還對神還來一個已讀不回的 對不對 三千五百年前的以色列百姓 因為怕死啊 所以他不敢跟神面對面 但是今天新約時代的我們 因著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其實我們不用懼怕跟神面對面 但是我們反而是什麼 怕累 怕麻煩 而忽略了和神面對面的禱告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們也聽不到神要告訴我們的話 所以禱告要能夠聽見神的 聽見神的聲音 禱告要能夠跟神面對面做朋友 這很很重要 什麼叫面對面 這是一種重視 這是一種慎重 絕對不是應付了事 什麼叫做像朋友一樣 他代表是有互動 他代表是有討論 他不是下一個命令 我們看出埃及記裡面 如果你 我們之前有讀過 你會發現出埃及記裡面有好多地方 好多記載 都記載著神 摩西跟神的禱告 哇那摩西跟神之間的那種禱告 有來有往 真的是有來有往 然後有時候摩西跟耶和華聊心情 然後有時候我們看到摩西跟耶和華討論事工 甚至有時候摩西跟耶和華去共同計畫 有時候摩西遇到一些疑難解惑 也是求問耶和華 有時候 祷告神的時候我們發現神也會聽摩西的建議 也會採用摩西的建議 所以摩西在這裡教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真的要跟神面對面像朋友一樣 你聽我講 我聽你說 我們一起 來立志 有這樣的追求 希望我們能夠跟摩西一樣 好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我們再看十二節到這個二十三節 十二節到二十三節 好我們一起來讀一下 十二節到二十三節 出埃及記三十三章 出埃及記三十三章 十二節到二十三節 預備開始 摩西對耶和華說 你吩咐我說 將這百姓領上去 卻沒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 只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十三節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認識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這名是你的名 十四節 耶和華說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十五節 摩西說 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 十六節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 十七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 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十八節 摩西說 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十九節 耶和華說 我要嫌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要怜悯誰就怜悯誰 二十節 又說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 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華說 看啊 在我這裡有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 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過去 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見我的背 卻不得見我的面 十二節到二三節 這裡就是一個很典型 我們可以看到 耶和華跟摩西之間 這種像朋友一樣 面對面的溝通 面對面的說話 你一句我一句 你來我往 然後這中間 這個中間有要求 這中間有感謝 這中間有這個商糧 或甚至討價還價 甚至這中間有撒嬌 有撒嬌 你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想我 這幾從十二節到二三節當中呢 我拿出幾節 我比較有感動的 我想要用這幾節來跟大家一起來勉勵 首先看十二節 《出埃及記》三章十二節 這裡說 耶和華說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如果說神有一天告訴我們說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你叫莊惠安 這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不是嗎 還是我們希望神說 我不認識你 你是誰啊 我們來看 我們要求神 真的我們要求神認識我們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的第七章 馬太福音的第七章 馬太福音第七章 神認識我們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節 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節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進去 二十二節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主啊 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敢鬼 奉你的名行許多義能嗎 二三節 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所以求神認識我們的名 是很重要 神認識我們的名 這個名真的很重要 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耶和華說我認識你 我知道你有能力 可以把以色列百姓帶出去 我想我們熟讀摩西的故事都知道 摩西當年八十歲了 他害怕承擔這麼重大的任務 一個老頭子怎麼去 帶兩百萬百姓出埃及 怎麼去對抗位高權重的法老王 但是神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而且你在我面前蒙了恩 你都在我的面前蒙了恩 你還怕什麼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有一天神這樣告訴我們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而且你也蒙了我的恩 那既然你蒙了我的恩 我所托付你的 你要去做 我們常常會不小心 我們就看清自己 我們都認為說我們不行 我們沒辦法 我們做不到 但是神看到的是什麼 神看到的是潛在的那個可能性 神看到的是我們的內心 神說你可以 你就可以 你就照我的吩咐去做就對了 而且不要忘記了 我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出來的 我們是按照神的樣式所造出來的 換現代的話講就是 我們現在是身上是有神的DNA在裡面的嗎 所以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既然神說神厭重了你 神說我認識你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你在我眼前蒙恩 我們就要按照神所吩咐 把他的使命 把他所交托的來完成 而神也一定會賞賜我們能力 會給我們恩賜 只要我們樂意的去跟隨他 只要我們願意朝著這個目標直跑 我們就一定能夠得到榮耀的冠冕 和豐富的賞賜 再來是33章的13節 三節上的13節 我也很感動 13節說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認識你 哇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的禱告 要跟神做什麼樣的禱告 我們的禱告內容 他沒有求任何東西 摩西在這邊沒有求說 你要讓我怎麼樣順利 你要讓我打敗誰 沒有 他竟然求 你只要把你的道指示我就好了 而且很重要 你要讓我可以認識你 認識耶和华 認識真神 求神讓我可以認識真神 我們敢說我們徹徹底底的認識真神嗎 今天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就看我們對神的認識有多深 如果我們今天對神的認識不夠深 那我們不可能跟神成為同樣的人 摩西因著對神的認識 而且他對神的認識很深 所以摩西就成為一個剛強勇敢的人 摩西知道神是良善的 摩西知道神是憐憫是有恩慈的神 摩西認識神 所以摩西也就成為一個良善怜憫恩慈的人 越認識神 他越親近神 他就越能夠活出神的樣式 越能夠活出神的樣式 他就越能夠照著神的心意來帶領百姓 我們今天難道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當我們越加地認識神 當我們越加地親近神 我們就越能夠活出神的樣式 當我們越能夠活出神的樣式 我們就越能夠知道 在現今的這個世代裡頭 我們該如何地去行 我們該如何地去面對 我們才能夠真正活出 那個屬靈生命的價值 才能夠真的讓神的榮耀 彰顯在我們身上 而我們自己就成為神榮耀的見證者 所以我們要學習神的樣式 才能夠得享安息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節 學神的樣式必得享安息 所以這是我們要努力追求 我們祷告 我們求神 讓我可以認識你 十四節 初愛集記三十三章十四節 耶和华說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我這句話也是滿有能力 神的同在使我們得到安息 神的同在使我們滿有平安 我們看看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有很多不可預知的危險 你可以想像嗎 我們現在連口罩拿下來呼吸 都有危險 曾幾何時我們的生活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那許多不可知的危險 就在我們周遭 我們連呼吸 我們都害怕 我們都擔心 這麼樣的艱難 這麼樣的挑戰在等著我們 明天我們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完全不知道 但是只要有神的同在 我們的心就安穩 即使是處在那樣子的風暴當中 我們內心仍然平安 我們依然能夠安穩地睡覺 而且我們可以睡得很香 我們可以睡得很甜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是躺在神的懷抱當中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患難中 最及時的幫助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有神的同在 十六節 三十三章的十六節 人在何事上面 可以知道你和你的百姓 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為你與我們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與地上的萬民有所分別嗎 我們要跟地上的萬民有所分別 但是在什麼事上 可以讓人家看出 我們跟地上的萬民有所分別 甚至我必須要誠實地說 沒信主的人 有些人也是很善良的不是嗎 世上有罪惡 世人會有罪惡會犯罪 那我們信主的人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不會犯罪嗎 我們也常常犯罪不是嗎 但是我們跟世人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是我們有神 雖然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遇到艱難 但是因為我們有神 我們靠祂生出信心 我們靠祂勝過艱難 我們也會迷惑不是嗎 我們也會不知所措啊 不知何去何從啊 但是因為我們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行 我們可以堅強勇敢的走出 一條屬於我們的道路 我們也會犯錯啊 但是只要我們願意回轉歸向神 這個過錯可以被塗抹 這個罪可以被赦免 我們也會焦慮 我們也會緊張 我們也會害怕 但是我們的焦慮 我們的緊張我們的害怕 因為有神 我們可以被消除 我們跟世上萬民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在因為我們有神的同在 因為神跟我們同行 所以基督徒跟 基督徒的人生跟別人都一樣啊 都有起有落 但是基督徒的苦難還有快樂 他會帶來更多的盼望 帶來更多的忍耐 還有帶來更多的依靠 因為我們依靠神 所以我們基督徒我們可以 結出很多美好的聖靈的這個果子 那讓因為這些美好聖靈的果子 哇 讓我們的生命 因著聖靈的果子 成為豐盛美好的得勝人生 這就是我們跟萬民很大的不同 再來看十八節 三十三章十八節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十九節耶和華說我要顯出 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我一開始 我在想說耶和華的榮耀是什麼 摩西說求你顯出 這個你的榮耀給我看 那我就想那 那耶和華的榮耀是什麼 十九節說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 我後來終於恍然大悟啊 原來耶和華的榮耀就是耶和華的恩慈 原來耶和華的榮耀就是耶和華的恩慈 神的恩慈 今天我們為什麼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哇 我們的病得醫治 哇 我們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我們的罪得赦 我們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這一切不就是耶和華對我們的恩慈嗎 所以耶和華的榮耀是什麼 耶和華的榮耀就是神的恩慈 而且這裡說要宣告我的名 要宣告我的名 也就是說 宣告我的名就是我就是要向你宣告 我就是要讓你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我就是那個恩慈的神 所以我們的神是 滿有豐盛慈愛憐憫的神 你敲門他就不給你開門啊 你渴慕他就讓你滿足啊 這就是我們我們所敬拜的這位神 這個是摩西他的祷告內容 面對面說話像朋友 我們的神真的是一位有恩慈 有憐憫的神 當我們有一顆可慕的可慕他的心 當我們想要有更多對他的認識 當我們想要求他的同在同行 當我們想要看見他的榮耀的時候 聖經上也這樣記載啊 尋找的一定尋見 叩門的一定給你開門 祈求的一定給你 在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節 我們就不再翻了 所以這樣子的禱告真的是 又真又善又美的禱告 我們的禱告層次要提高 我們不要再為了世上的這一些名利 這些看得見的這些福分在禱告 我們要求怎麼樣認識更加的認識神 我們來看一下三十四章二十九節 出來其實三十四章二十九節 翻過來這一張三十四章二十九節 二十九節摩西手裡拿著兩塊法板 下西乃山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 因耶爾華和他說話就發了光 哇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說摩西 因為跟神有美好的交通 那榮耀的光啊就在他的臉上產生出來了 而且摩西自己也不知道啊 自己的面皮啊發了光 為什麼因為耶和華和他說話 因為神跟神親近 漸漸的我們就有了神的形狀 在我們的臉上也會反映出神的榮耀來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祈求能夠和摩西一樣 跟神面對面像朋友一樣的來說話 讓神能夠將更多的福氣能夠賞賞給我們 我們在我們的祷告當中也要求神 讓我們能夠更多的來認識神 求神跟我們同在同行 求神讓我們能夠活出基督的樣式 活出榮耀美好的人生 親愛的弟兄姐妹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面對的是很嚴峻的疫情 但是這樣的疫情也是神的祝福啊 神給我們思考的時刻啊 神要我們停下腳步來 神要我們的心能夠歸於安靜 神要我們能夠真正的去感受到神的同在 所以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啊 當一切都停止下來的時候 我們要多利用時間 多禱告 多跟神說話 多聽聽神的聲音 願在疫情當中 我們都能夠回到耶穌的愛裡面 我們大家都能夠一起重新得利 也能夠在這個寧靜的這個時刻呢 我們能夠親近祂 我們能夠尋求祂的心意 最後我要說 以馬內力 以馬內力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阿們 我們一起唱詩259首